高绘新头像是小渣们自己画的 让我们看看都有什么元素吧 马哥画了一座山和烟花 在Cosmo杂志他说过 爸爸告诉他心中要有一座山 不知道马哥有没有找到心中的山呢 丁哥画的是自己的名字 橙子和猩猩 画风明晰 通俗易懂 轩轩画了袜子和手套 让我突然想起了那双破洞的袜子 哪儿 要文化了钱和饺子 不知道今年过年还会不会给哥哥 蒋光头强喜欢吃什么的故事 张哥画了福字和火 除了越来越火的意义外 我还想到了他的固定才艺 来 给你外公九九九万一千 不要一个烹火呀 不会 咱俩戏咋这门就说来的吧 翔哥画了竹子和祥云 从小到大拍照都离不开竹子的翔哥 2022年也要像竹子一样节节高升啊 赫尔的鞭炮仿佛自画像 希望小赫老师2022年也能红红火火 一鸣惊人了 请不吝点赞 让你带来抓去年录天嘛